哈囉 各位你們好 今天要問你帶來的是 黑暗鬼記第五關的最新消... 等一下 我剛才講第五關那不對 DANNGNG 今天要問你帶來的是 黑暗鬼記第五章的最新消息 再加上去年... 等一下 那個是幾月來著 今天要問你帶來的是 黑暗鬼記第五章的最新消息 再加上去年11月份的Q&A統整 嘿對 各位 這個系列呢 終於回來了 在隔了將近五個月之後 好啦 那麼這次會拖那麼久的原因呢 主要還是跟上一次那個消息的影片的原因是差不多的 呃 那麼最主要的話呢 就是因為消息的量不多 所以呢 才導致我們拖了這麼久才出了一集的那個... 最新消息的影片 欸對 好啦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要感謝各位的耐心等候 真的非常謝謝 那我們再來的話呢 就一起來看一下這次的消息吧 Let's go 那麼首先 我們要先來看的是 超級黑暗鬼記的部分 那麼說到超級黑暗鬼記的話呢 在我們上次做完那個消息統整的影片之後 官方他們後來也有陸陸續續的放上了一些全新的預告圖 那麼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來看的是阿加沙那一關的 欸 那麼說到阿加沙那一關的話呢 這裡要來補充兩個消息 那麼首先第一個消息呢 就是前一陣子作者他有開一個慈善直播的部分 那麼在慈善直播裡面呢 作者他有把那個阿加沙那一關的整個流程都跑過了一遍 那麼我自己看完之後呢 我自己是還蠻期待那一關的啦 雖然說他跟原本的第二章的阿加沙那一關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還蠻喜歡他裡面有一些原版沒有出現的小細節 那麼再來下一點的話呢 就是 那麼之後呢 超級黑暗鬼就會出一個Switch上面的demo版 那那個demo版呢 他們說是什麼擴展版 那那個擴展版呢 會有PC版的demo沒有的東西 就是阿加沙那一關 那我家也有Switch 到時候推出之後呢 我應該也會來實況一下啦 如果沒有出什麼差錯的話 好啦 那麼再來的話呢 是黃金看守者那一關的 護士那一關的 歡樂幫那一關 Malak還有Bearth 那麼再來的話呢 就是超級黑暗鬼記的開場動畫 那麼大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扯 好啦 那么再来这个问题的话呢 应该也是蛮多人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超级黑暗轨迹会是章节式的发布 还是一次性的完整发布 那么作者是讲说 它是一次性的完整发布 然后会在第五章推出 或者是推出之后才发布 嘿对 好的各位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超级黑暗轨迹的部分啊 那我们接着呢 把时间推回到去年的11月29号 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的Q&A 那么首先第一题 商场那一关会有像是欢乐邦那一关的监视器吗 那作者是回答说 商场那一关没有监视器 但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陷阱或者是危险 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呢 之前作者的回答是讲说 人体模型那一关的危险要素呢 比陷阱还要多 所以这一关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到时候不会是以陷阱为主 然后呢可能会是一些危险的要素啊 像什么被人体模型追赶啊 什么其他有的没的东西啊 我这里目前的话呢 是想不太到了啦 那么至于说到商场的陷阱哦 商场会有什么陷阱啊 我自己觉得有可能那个第四还是会有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自动门啊 会有那个监视会开关吧 自动门那个监视 那么各位觉得商场会有什么特别的陷阱呢 那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 那么再来下一题 欢乐邦会在黑暗鬼迹2回归吗 那么作者是回答说 二代他们会不会回归目前不确定 但目前能确定的是 他们会在第五张回归 哦哦Doc你小心点呢 你还记得这个吗 那么再来下一题 人体模型现在有名字了吗 那么作者是讲说 有 红色人体模型的名字呢 叫做红色潜行者 Red Stalker 那白色人体模型呢 没有官方名 他们就叫做白色人体模型 然后人体模型的种类呢 超过了两种 超过两种 然后我记得没错 之前作者是有讲说 人体模型的颜色只有两种 红色跟白色 所以说他们的种类 并不是主要以颜色来区分 可能是以这个颜色里面 又有分成什么 各式各样的 不同种类的人体模型 只是红色的话呢 他们在移动方面 对不对 是完全不会有声音的 就是有点像刺客那种感觉 白色人体模型呢 可能就是比较 类似那种巡逻兵的概念 呃 那么各位是怎么想的 那也欢迎各位在下方 留下点想法吧 那么再来下一题 傀儡大师是用飞的 还是用走的 那么作者目前是讲说 还不会透露太多细节 这个傀儡大师的正式官方名呢 叫做傀儡之王 然后傀儡之王呢 会是这一关的首领 那么说到傀儡之王的话呢 前一阵子官方也有放出 他的一个完整的图片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傀儡之王呢 我目前看起来他有点像是 尖头拉瑞 好了 那我觉得他应该跟人体模型一样 是个尖头没错 然后傀儡之王所带的那个面具 为什么那么像Dog呢 我自己目前觉得很有可能就是 任何进来这个地方的人呢 看到傀儡之王脸上面具的时候呢 那个面具呢 都会是自己的脸 然后傀儡之王有可能是会 影射说一个人的一个阴暗面的部分 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猜测啦 然后傀儡之王身上的这些面具呢 目前我自己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 他可能可以方便替换 各种他自己想要的那个面具 你知道吗 那么再来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这些面具呢 是他控制那些人的灵魂 或者是他吸收那些灵魂之类的 好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大致上就是傀儡之王啊 那我们再来的话呢 来看下一题吧 那么再来下一题 目前第五章完成了什么样的动画 那作者是回答说 目前没办法说 但第五章呢 绝对会是整个游戏里面 最多过场动画的一张 哎呦 期待哦 下一题 第五章会有新的女性敌人吗 有 然后他会是第十关的敌人 那么这个第十关的敌人呢 我们待会在后面也会提到 下一题 第五章会有几个结局 作者是讲说会有超过两个 那我目前自己觉得 结局可能会有四个啦 那么至于会是哪四个呢 那也欢迎各位去看一下 上次那个消息的影片 好的各位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去年11月份的Q&A啦 那么接着 我们要来看的是 推特上面的一些消息啊 还有一些第五章的预告图的部分 那么首先第一个 第十关会是黑暗鬼迹里面最怪异的关卡 无庸置疑 最怪异的关卡哦 目前整个游戏最怪异的关卡 我觉得应该是熊妈妈那一关的区域3 那个区域3我真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想到说 会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空间里面 所以到时候有可能第十关会有类似熊妈妈区域3那种情况的东西吧 我觉得 那么再来下一个 在黑暗鬼迹第五章里面有一首歌 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困惑 一首歌 这里作者的文章是用Sound 不是用什么Sound check或什么东西的 所以有可能第五章里面会有一首音乐 会跟当时候护士刚出那一首非常奇怪的夜店音乐一样 让人感到说非常的困惑 为什么这个场景可能会有这个样的音乐 那么再来下一个 每个人都在呼唤Dog在第五章复赛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之前的怪物啊 可能被Dog打败之后觉得不甘心 想要在第五章里面呢 跟Dog来重新决一死战 所以这也代表说 第五章里面呢 有可能会有个关卡 会有我们之前所看过的所有敌人 就有点类似同学会的概念 oh my god Dog 祝你好运啊 那么再来下一个 有趣的消息 Adriana 这里我们请Google念一下好了 他将会在黑暗鬼迹第五章的一首关键音乐中 展现他的声乐天赋 更多内容之后揭晓 声乐天赋 声乐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那种就是一个音乐当中对不对 他后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什么人声那个 那个好像就是声乐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等他之后有没有放出什么OST啊 或者是关于这个音乐的一些额外消息的部分 那我们到时候的话呢再来看一下或者是听一下好了 那么再来下一点 很高兴能够宣布William Christopher Stephen将为黑暗鬼迹中的傀儡王配音 你们中许多人已经知道他是真能快打11里面的Jax 是贾克斯和最终幻想7重制版里面的路德路德的配音 哎哟他到时候可以帮傀儡王配出什么样的配音啊 感觉还蛮期待的你知道吗 好啦各位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推特上面的消息的部分啊 那我们再来的话呢要来看的是 关于黑暗鬼迹第五章的预告图的部分 那么首先第一章的话呢 他是讲说你抛弃了所有爱你的人 这句话配上这个预告图来看的话 预告图里面这个人应该是TAMMY吧我觉得 哦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去搭配之前官方放出来的那一个 动画过场预告的那一个预告图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从这个人的衣服配色来看的话呢 他应该是TAMMY没错 那么再来下一个 在过去的一切画下句点前 没有前进的余地 这边这个衣服呢 搭配之前那个图片来看的话呢 他应该就是 Dog的老婆 Elyse 那么再来下一个 Blubber 那么再来下一个 邪恶的终局 EVILS AND GAD 那这边他预告图里面给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还蛮震撼的啦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所有怪物 被混了在一个像是泥浆里面的东西 那这个图片如果你把它放亮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里面的人有 Lucky HANGRY 黄金看守者 猴子 人体模型 奇怪的清新盒 鸭子 杀手泰迪 小丑 后面的话呢就重复了 然后这个预告图里呢 有两个疑点 那么首先第一个疑点呢 就是 你有发现说 被混进来这个泥浆里面的这些角色呢 几乎都是男性的角色 没有女性的角色 像什么阿加沙啊 护士啊 熊妈妈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女性角色 这里的话我目前是 没有很确定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 那么接着下一个疑点呢就是那个猩猩盒 这个猩猩盒你可能会想说 欸DK 这个不就是小丑那一关的 Jack in the Box吗 我后来仔细去看过小丑那一关的Jack in the Box 小丑那一关的Jack in the Box呢 它有两个特点 在猩猩的那一面呢 它的猩猩是十星的 它除了是十星的之外 它的那个猩猩盒的旁边是有条纹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小丑那一关的Jack in the Box 这个东西呢很有可能是 之后关卡的什么东西之类的吧 我觉得 那我们再来的话呢 来看最后一张吧 即使身处地狱 表演也必须继续 黑暗诡计第五张 监狱恐慌 哦 OK那我们首先呢 先来看一下那个hashtag 那个hashtag呢 它是讲说 黑暗诡计第五张 监狱恐慌 那么人体模型那一关 怎么看应该都不是在监狱吧 再加上这个敌人呢 看起来是一个女性角色 然后我们顺便再回想一下 作者之前在Q&A里面有讲过 第十关的敌人呢 会是一个女性角色 所以这个角色呢 很有可能就是 第十关里面会出现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边呢 也顺便跟我们讲说 第十张的关卡名字呢 叫做princon panic 监狱恐慌 那么再来这个第十关的新敌人呢 它看起来有点像是 什么马戏团里面的表演者 然后再加上刚才推特上面讲的 表演也必须继续来看的话呢 这个敌人应该真的是表演者没错 只是令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这关明明就是在监狱里面 怎么会需要表演者呢 那么我这个地方有个想法 那么首先 这里所谓的表演呢 并不是指一般那种什么单纯的演出 而是指那种监狱拿来虐待犯人的一种演出 像是犯人可能会被这个表演者追杀 又或者是到时候在游戏里面呢 这个敌人是负责指挥表演的 然后把我们玩弄在鼓掌之间 那么再来说到关卡在那个监狱里面的话呢 就让我想到之前B20被删减的一个语音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语音是跟那一个监狱还有那个点狱长有关的 所以会不会这个敌人既是这里的表演者也是这个里面的点狱长 如果他不是点狱长的话呢 那么后面可能还有其他人在掌管这个监狱 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角色脸上的猩猩跟眼睛里面的猩猩啊 那我觉得这些猩猩有可能跟前面那个猩猩盒有关 但也不一定 因为前面那个猩猩盒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跟其他关卡有任何的相关 然后就有这个角色有那个猩猩 然后对应到前面那个猩猩盒 所以我觉得这个猩猩盒可能会跟这个角色有关 那么接着当你把这张图片放亮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图片的下面呢暗藏了三个字 Send me free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可以叫做让我自由 所以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这个女人应该不是自愿来这个地方当这个什么表演者啊 或者是什么点狱长之类的 她有可能是被什么人控制了 我目前的话觉得很有可能是被Malak控制啊 因为之前作者不是有讲说Malak这张会有人不听她的话吗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很有可能是她在摆脱了Malak的束缚之后 变成了不听Malak话的那一个恶魔或者是怪物 好的各位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是这一次黑暗鬼记的一个最新消息部分啊 那么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你的理论之类的 好的各位那我是DK 那我们在下部影片见啰 Peace out 我们下一个视频